另外看到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参加双城论坛 在今天中午他已经抵达上海了 由于他是以蒋家后代的身份登陆 也相当的受到关注 第一站他是来到了在15年前 父亲蒋壽颜见证两岸海运直航的杨山港参访 接着是转往老港环保生态基地 到了晚上则是要跟上海市长公正会面参序 而被问到在今天共激再度侵扰 是否会打脸自己承诺的 共激不绕台台办双城论坛 蒋万事重申了 说两岸越紧张越需要交流沟通 台北市长蒋万安人还没走下飞机 上海市副市长已经率队在机舱口迎接 接着和上海市台办主任一行人 前往阳山深水港 这里不仅是全球最大自动化无人货柜码头 前总统马英九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都来参访过 对蒋万安而言更别具意义 蒋家后代出访大陆本来就格外受关注 第一站又来到15年前 父亲蒋绍颜见证两岸海运直航的港口 颇有传诚意味 就是以台北市市长的身份进行市政的交流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联想 蒋市长首日参访行程满党 接着来到老港环保生态基地 晚上还要跟上海市长会面参议 不过29号一早共激又来侵扰 也被质疑是否打脸自己宣迁承诺 共激不绕台才办双城论坛 在两岸关系越紧张的时候 越需要交流沟通以及对话 不过他一早出发前 在松山机场的谈话 台湾是开放的社会 中华民国是民主的国家 台湾中华民国我的国家 这些词汇登陆后会继续使用吗 就是秉持对等尊严 善意互惠的原则来进行市政的交流 深圳台北市长和蒋家第四代 出席双城论坛 一言一行各界高度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 尊严